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2022年11月29日 台湾知名女演员伊能静 在社交平台上筛出一段视频 在视频中她好像是在哭泣 眼睛中泪水明显 并且还配文称 我把泪含在眼眶里 因为我知道掉下来就输了 此配文更是能看出 她心中很是悲伤 不知道是遇上了什么样的事情 才会让她一个坚强的女子 强忍泪水 这件事情也是引发了 网友们的关注 当天在视频中 伊能静使用了只看眼睛的特效 单单露出一双眼睛 看不出全貌 而且从她的眼睛处能看出 她好像有些难受 眼睛红肿 泪水更是在眼眶中打转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特效导致的 还是遇上了难事 对于此次她录制的视频 网友们也纷纷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询问她是不是与老公秦浩的感情生活出现了问题 两人是不是发生了婚变 而且还有网友称 在翻看秦浩的社交平台动态的时候 发现两人此前秀恩爱的动态都已经被删除隐藏了 而且两人已经有好长时间都未曾一同互动秀恩爱了 不过这一切都是猜测 而依能静此次晒出深夜落泪的视频 她本人并未出面回应网上流传的传闻 不过两人因为工作原因 经常会分隔两地 而且此前还是依能静独自去法国旅行 并未带着秦浩 此前还有八卦媒体拍摄到 秦浩在与好友聚餐的时候握住一位陌生女子的手 在此期间显得颇为暧昧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4月10日 依能静在社交平台发出了这句文案 秦浩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你老婆 并在文案后面加了一个生气无语的表情 这条消息一经发布迅速引爆全网 初一看我们还以为她和秦浩之间是不是出现了什么矛盾 结果最后才发现 她只是在为丈夫秦浩宣传主演的新剧 《亲爱的小孩》这部作品特意弄出的戏码 通过这样的方式 她不仅成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也间接秀了一把恩爱 让大家羡慕她和现任丈夫秦浩的甜蜜爱情 不得不说 感情是丰富多彩的伊能静 如今真的过得太幸福了 她不仅和结婚多年的丈夫秦浩 恩爱如初和婆婆相处得非常好的她 如今还被婆婆当成了女儿一样来宠爱 而在这之前 她在感情道路上的经历可谓是一波三折 无论是和音乐才子于成庆的恋情和婚姻 还是和著名演员黄维德的出轨绯闻 亦或者是和黄磊之间的对戏插曲 都没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和那么多男性都没能走到最后 她是怎么让比她小十岁的秦浩 对她如此死心塌地的 她凭什么 伊能静本名叫吴静怡 1968年出生于台湾台北市 一个重男轻女思想特别严重的家庭 在她之前 母亲已经先后生下了六个女儿 都得不到父亲的疼爱 其中三个还在很小的时候就离世了 她母亲刚怀上她的时候 害怕又是女儿 就想着干脆不要了 结果伊能静的奶奶却阻止了 表示肚子这么尖肯定是个儿子 然而等到孩子出生后 却发现竟然又是个女儿 为此奶奶不仅责怪她母亲 还将过错强加到了她的身上 一直对她冷眼旁观 看到妻子接连生了好几个孩子 都是女儿后 她父亲也彻底心灰意冷 毫不犹豫地抛弃他们母女几人 离开了这个家 由于一个人很难将他们姐妹几人养大 后来没多久 母亲就带着他们改嫁给了一个日本人 当时还叫吴静怡的伊能静 也因此改名叫伊能静江 后来进入演艺圈后 她采用了如今的伊能静这个名字作为一名 然而还没等她开始发展自己的事业 她却先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1986年只有18岁的伊能静 邂逅了童年出道的歌手于成庆 于成庆比他大八岁 家境比他好很多 于成庆称得上是将门之后 伯爷爷是著名的于恩阳将军 爷爷于恩熙曾是昆明市市长 昆明如今的著名景点于元就曾是他们家的 她父亲也曾是台湾当地的干部 母亲则是著名的京剧名家张玉芬 光从家世背景来看的话 于成庆要比伊能静好了一大截 可对于年轻漂亮 比自己小八岁的伊能静 她还是忍不住动了情 同样喜欢音乐的她们 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 她们很快就打得火热 认识没多久 她们两人就走到了一起 只不过爱与两人都是一人的关系 她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并没有对外官宣她们的恋情 以至于她们足足谈了14年的恋爱 大家都并不知道 而在这14年间 她们一边品尝爱情带来的甜蜜 一边为了各自的事业而努力 1999年在和黄磊 周迅等人合作拍摄 《人间四月天》这部作品期间 已经和于成庆相恋了13年的伊能静 还和黄磊闹出了绯闻 据这部剧的制片人李小婉表示 在拍摄期间 有一天 一位女星身着单薄的睡衣 深夜敲开了黄磊的房门 对着黄磊说 致膜 我胸口好疼 这位女星本以为黄磊会和她对戏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黄磊的果断关门 和一具神经病 虽然李小婉没有明确说出这位女星的名字 可当年媒体却闹得沸沸扬扬 把这段对戏插曲中的绯闻女主 归到了伊能静的身上 无论伊能静怎么解释 媒体都始终不愿相信 也不知道是不是害怕这件事情影响自己的视野 又或者是害怕影响她的感情 2000年在对戏插曲绯闻没多久后 伊能静就高调地嫁给了当时已经相恋14年 并且凭借《让我一次爱个够》等作品 红得发紫的男友于成庆 和于成庆结婚后 为了让丈夫安心发展事业 伊能静一度选择了放弃自己的演艺事业 安心在家当她背后的小女人 在他们婚后的第三年 伊能静还为于成庆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便是如今经常因为和女生拍前卫大胆的照片 以及身穿各种奇装衣服 而吸引大众关注的新二代于恩利 在这之后 伊能静彻底放缓了事业方面的发展脚步 很少再给大众带来新的作品 一直在家扮演着嫌弃良母的角色 在所有人的眼里 她一直都是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的形象 直到2008年媒体突然曝光了一张照片 才彻底打破了她的形象 在她和于成庆婚后的第8年 又媒体曝光了一张她牵手台湾著名演员黄维德的合照 黄维德出演过《精华燕云》、《三国》、《狼牙榜》等作品 因为演技不错深得观众的喜欢 这张照片彻底打碎了伊能静之前维护的形象 相比她极力否认出轨的传闻 黄维德直言道 因为伊能静的手伸过来 所以我才牵的 这不仅坐实了两人关系不菲 还暗示是伊能静主动的 并不是她插足 这件事情的结果是 在出轨黄维德的绯闻风波不久后 2009年于成庆就选择了和她离婚 婚姻失败的伊能静再次把重心放回了事业上 由于离婚时已经41岁 她一度觉得这辈子不会再爱上别人了 直到遇到了如今的丈夫秦浩 秦浩是东北人比她小10岁 早在9岁那年伊能静刚出第一张唱片的时候 秦浩就被她吸引了目光 在这之后她变成了伊能静的小迷地 一直将她当成心中的女神 2012年伊能静在拍摄《摇滚英雄》这部作品时 邂逅了秦浩 怀揣着见到女神的喜悦之情 秦浩经常跑去和伊能静聊天 在她的猛烈攻势下 早已对爱情失去信心的伊能静 再一次对爱情充满了渴望 在面对秦浩的表白时 已经不是小女孩的伊能静 什么也没多说 直接表示想和我谈恋爱可以 但必须得结婚 你敢吗 没想到这正中了秦浩的意 她果断答应了伊能静的要求 并且伊能静和她约会两次 就谈结婚的事情时答应了对方 2014年已经爱得难舍难分的她们俩 第一次和大家官宣了她们的姐弟恋 在第二年的3月份 两人正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这时候的伊能静已经47岁 而她的小鲜肉丈夫才37岁而已 起初对于这位儿媳 其实秦浩的母亲 也就是伊能静的婆婆一直强烈反对 她认为这样的婚姻注定没有幸福 直到看到两人真正步入婚姻殿堂的那一刻 她才逐渐接受了这个儿媳 在嫁给二婚丈夫秦浩的第二年 48岁的伊能静不顾高龄产子的奉献 为她生下了一个女儿 女儿的到来不仅让丈夫更加爱她 也彻底打消了婆婆心里对她的芥蒂 加上她一直很孝顺 如今婆婆已经完全把她当成了女儿来宠爱 事实上她的再次选择并没有错 和秦浩结婚后 秦浩不仅对她很好 而且凭借着她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 如今也发展得相当不错 演技非常不错的她近几年相继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好作品 例如之前的《隐秘的角落》 以及后来热播的《亲爱的小孩》等等 如今丈夫事业发展稳定 生活过得温馨幸福的伊能静俨然活成了人生赢家 近日有网友爆料 伊能静在某平台上卖起了二手衣服 并挂了很多她穿过的衣服和鞋子 这些商品曝光后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吐槽 伊能静还特意把名字改成了《米丽妈》伊能静 她卖的二手衣服可不便宜 一件很普通的衣服还要卖129 而且还不能退也不能换 下面这件西装外套更像是压了好几年的一样 看上去破旧不堪 送给粉丝别人都要考虑一下 就算拿出来卖好歹也烫一下吧 翻看伊能静售卖的二手衣服 似乎没有一件好看的 全部都是皱巴巴的 感觉都像是压箱底 其中有一双红色的高跟鞋 两边还是用塑料沾了起来 不知道是坏了还是为了保护金属 特意这样做 对此有网友吐槽 这些衣服卖5块10块我都要考虑一下 还有人直言送给我都不想要 这些衣服全部都是皱巴巴的 就像是从垃圾袋里翻出来的 看着都令人反感 伊能静居然还拿出来卖给粉丝 更搞笑的是 这双售价99元的二手凉鞋居然卖出去了 还包括一些衣服和裤子 翻看伊能静的账号 已经卖出了267件 可见这些二手东西到了明星手里 就能够卖出去 有博主调侃 难道这就是明星效应吗 这么难看的凉鞋 要多土就有多土 居然还卖了个好价钱 到底是谁这么勇敢 按道理来说 明星应该是不缺钱 既然二手衣服不要了 完全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 而不是拿来卖给粉丝 对此 大家有何看法呢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